不知大家有没有逛天涯神帖的习惯 它算是国内一个较大的网络论坛平台之一 在里面总能发现很多千奇百怪的神奇事情 有些事虽然过了很久 但是热度依旧不解 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 一个曾被称为罗刹西人的神秘话题上而热搜 此事在天涯论坛上 引起广泛的讨论与关注 相传此事涉及多个地区 和很多受害者 甚至还牵扯到某些神秘调查 据天涯论坛一位退伍军人公开讲述 自己也是此事件的受害者之一 并向调查机构 提供了很多令人震惊的细节与证据 据说那怪骨刺嘴獠牙浑身长满了绿毛 就连子弹打在他身上都毫无反应 那么问题来了 他讲述的事件究竟是真是假的吗 事情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凡说中的超自然意事件神秘机构是否存在 据这位名叫东方郎的退伍军人描述 他曾在某边境地区服役期间 亲身经历了这起神秘事件 据他回忆 当时他所在的部队在执行任务中 接到一个紧急任务 要求他们前往一个偏远的村庄进行搜查攻击 可当他们到达山脚下的村庄后却发现 整个村庄已经变成了一个人间地区 村民们一个个离弃失踪 他们居住的房屋也全都被烧得破坏 空气中四处都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古剧 东方郎称 他们随后在村庄附近搜索时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痕迹 其中包括一些特殊符号和遗物 另外他们还发现 这个村庄居然和一个名闻 罗刹的神秘团体有着密切的女性 据说该团体是一个拥有超能力的邪教 他们能通过控制人的灵魂来达到自己的墓 就在他们试图做进一步调查时 却遭到了未知生物的袭击 东方郎表示 当时他们刚走到乱藏岛附近 就发现一个浑身长满绿毛的人形生物 正站在一个墓旁对着月亮稀释 这个十分丑陋 目测大概有四五米高 根本无法用语言描述 当怪物看到他们后 瞬间变得狂躁起 眼神中充满杀气 就朝着他们猛扑过来 这是天涯论坛曾轰动一时的 被武军人用轻身经历证明罗刹的 事情究竟是真是假 一个十分丑陋的人形怪物 在看到东方郎一行人后 立刻变得暴躁起 并朝他们扑来 虽然他是军人出身 但当他看到超乎认知的怪物时 也非常紧张 在慌乱之中拿出枪 朝怪物扣动了扳机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好几发子弹打在怪物身上后 就跟挠痒痒似 这怪物竟没有受到半点伤害 而他却被鸡飞重重摔在地上昏迷过去 在退伍军人昏迷前 竟清楚看到七四九局的人 一个点脚居然跳起五米高 紧接着就抬起带有超强气流的群 狠狠地打在怪物身上 等他再次苏醒已是一小时后 村庄变得一片狼藉 怪物也不知所踪 然而当他问七四九局的人 那怪物究竟是怎么回事 七四九局的人却说你身为一名军人 要知道有些事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下山后若有人问这里发生了何事 你就说是山中有变异的野兽逃了出 已经处理完了就可以了 说完就朝山下走去 虽然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那位七四九局的人为何能跳五米多高 拳头为什么会像动画中那样挡住超强气流 值得注意的是 他在这件事情中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并最终选择退伍 他表示自己退伍后曾多次寻求帮助 而且还向相关部门举报并寻求心理咨询 但始终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与帮助 同时这件事情除了给他个人带来巨大的伤害外 还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有众网友纷纷表达了对此事件的关注和支持的同时 还有另一部分人对此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此事件可能是虚构的或被人有意夸张 并且目前该事 还没有任何官方证据证明此事的真实性 对于网友们的质疑 东方网表示他可以提供证据 以及细节以正自己所言非虚 还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询问与调理 以澄清事情的真相 还呼吁更多的人站出来调查此事 顺便揭露此事的真心 同而避免更多的人受到伤害 说完这些话后 东方狼就在论坛中消失了 自此没说过一句话 火遍天涯论坛的罗刹吸引事件真相论 究竟什么是罗刹 据民间传说 罗刹是因横死之人的不甘心 在死前口中会憋着一股怨气 然而当这口怨气吐不出又咽不下的时候 就会致使他变为罗刹 而村庄中的二瘸子则是一个多月前意外生亡 当老汉第一次看见绿毛怪的事 好巧不巧是二瘸子死的第49天 此推测一出 搞得村民们都人心惶惶 到了晚上每家每户都紧闭大门不敢买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一开始是村民们相继离弃失踪 最后村民们扛不住压力向警方求 可警察怎么会轻易相信他们的说法 毕竟罗刹只是旧时代的一种传说 他们不可能会相信罗刹血 最终这件事只能被定性为野兽袭击 就离开了村庄 可这惯事到这里并没有因此结束 在未来几天 还是有村民会在网上莫名失踪 于是村长再次将此事报了上 最终被迫不得以749局才进入 但因人员太少只调来了东方王所在的部落 在讲明事情经过后 东方王一行人被分成三组保护村民 一组留在村中保护村民 二组在村口与近山的路上寻陆 而东方王所在的第三组 则跟随749局前往乱藏岗寻找所谓的故障 所以才有了据他本人所 以上大家看到的彻底正随三观的话 此外有些专家也对此事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他们表示若这一事确实 那他或将涉及到一些超自然烈 甚至还呼吁相关部门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入的调调 以了解事件的真相以及背后的原因 总而言之 天涯论坛罗刹骇人事件的神秘化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关注 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此事的真实性 但大家不可以忽视他所涉及的问题以及背后的真实 我们应该保持理性 客观的态度 对此事进行深入的分析与了解 还要密切关注那些勇敢站出来揭露真相的 并给予他们相应的支持与何鼓励 因为只有这样 大家才能更好地了解整件事情的真相 以及背后的真正原因 且为受害者寻找正义与公道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欢迎点赞加关注 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